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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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使劲 第二季 点亮梦想 精彩 马上 点亮梦想 各位电影机前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们 欢迎来到音乐快递特别播出季 点亮梦想 我是月亮 我是金豆 我是Dorami 进入到第二季呢 我们的节目也是升级了 从原来单一的演唱呢 变成了很多情境式的音乐剧的表演 我们今天即将登场的集图小选手 他们到底在哪里呢 掌声欢迎他们 来吧 我们月亮班的 来 欢迎你们 那么我们的小选手呢 已经来到了我们的舞台上 接下来要为你们介绍一下 我们班级考核的规则 听好了 每组小歌手通过我们这个箱子里面的幸运球 来抽取开唱拳 抽到开唱拳的 第一个走上我们的舞台进行演唱 演唱完毕之后 坐上我们的梦想宝座 并且指定第二位出场迎接挑战的小歌手 老鼠先生陪你一起做游戏 月光光塞下来 被作分 被作分心空派 你怎么还在发呆 不如快行动起来 两组演唱完毕之后 我们现场的各位祝梦导师 还有我们的团长 根据你们的表现来推灯 谁获得灯的数量多 谁可以继续坐上我们的梦想宝座 另外一位呢将会暂时离开我们的舞台 进入到我们的加油班 以此类亏 最后坐上我们梦想宝座的 将会成为本期节目的梦想小歌手 来马上抽签看看谁可以获得开唱权 好 先不要打开 小李同学 庄鱼组合 派弟弟 拿着来 拧开 我们看看谁可以抽到开唱权 不是来了 是谁 洪雨抽到了开唱权 第一个演唱歌曲 掌声 加油 在我七岁那年 妈妈给我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个女孩 她为了救一支受伤的丹顶鹤 失去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我被这个故事深深地触动了 今天 我演唱这首歌 向这个女孩俱进 走过这条小河 你可曾听说 有一位女孩 她曾经来过 从过这片路微波 你可曾听说 有一位女孩 她留下一首歌 为何天天白雨 悄悄落泪 为何这对风 心声诉说 让随望 还有一只太田一哭 轻轻的 轻轻的 氧轻的 飞过 啊 啊 啊 那首歌曲的它的情感上面 再去把它把控住 如果假定 我今天看了 一個故事 正在寫的這篇日記 那個大姐姐 她的那種感人打動了我 前面用一個帶有你自己自傳式的日記 第一人稱 帶進去 然後你慢慢再演唱 可能會更好一些啊 現在也就是說為什麼感覺到 這首歌你有點駕馭不太了呢 就感覺你只是在演唱 沒有她把它的情感給宣洩出來 謝謝老師 好 鵬雨士今天第一個演唱的 可以首先坐上我們的夢想寶座 先來祝賀你 同時你要指定下一位演唱的選手 那個最小的小男孩吧 來來 好的 來 大家好 大家好 今天我們給大家帶來了一個神奇的節目 就是我們的魔術師 看他能把我們變成什麼 準備 開始 我是一隻小貓 喵喵喵喵喵 我是一隻小吉吉吉 我是一隻小鴨嘎嘎嘎嘎 好 讓我去看看 隨便 這裡面什麼都沒有啊 我是一頭老牛 猫兒 我是一隻小貓 我是一隻小鴨嘎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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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嘎 你的开心 撐呀 有多快活 還是什麼都沒有哦 你說什麼做到呢 快告訴我們吧 嗯 这是咪咪咪 我们继续吧 我是一只小猫 喵 喵 喵 我是一只小鸡 鸡 鸡鸡 我是一只小鸭 嘎 嘎 嘎 我是一头老牛 猫 我是一只小狗 啃 啃 啃 胡桃 我是一只小羊 吃那么吃青草 吃饱之后我 吃饱之后我 咩 飞咩 人都怪我 我是一只小猫 喵 喵 喵 吃饱之后我 我是一只小鸡 啃 鸡鸡鸡 我是一只小鸭 嘎嘎嘎 我是一只小鸭 嘎嘎嘎嘎 我 是一只小鸭 很普通 我是一只小鸭吃青草 吃饱之后 吃饱之后 连连连都刮过 想把这群小动物全都带回家 莱莱 你介绍一下 今天跟你一起演出的这些小朋友 他们是谁 有过人 你认识是吧 这是李沐阳 这是玛米家 这个是满满 这个是三热 这个是朱兴末 这个是小月圆 然后这个是周安琪 然后这个是 还有穿黑衣服那位是谁 穿黑衣服这个 这个是莱莱 我是魔术师 莱莱你魔术变得太好了 你这怎么把他们变出来的 你能跟我们揭秘一下吗 我要把里边撒上一些金粉 然后就会变出一个猫 为什么选这首歌 因为那是 因为他喜欢这首歌 我也喜欢 我也喜欢 因为这是一个魔术歌 这回答 好 跟我们互动 互动 你看看 那我们请出大姐姐好不好 你们要来投票了 来 接下来我们要决定 谁可以坐上梦想宝座 支持我们的童雨 推的是粉色的灯 支持可爱童言无忌的小莱莱 我们推的是蓝色的灯 来推 好 三 二 一 没想到吧 太瘾了 太瘾了 坐在宝座上 年龄最小的小选手 来了 好的 关于那接下来你要选择下一位出场唱歌的小选手 双鱼组合吧 来 你小声点能不能让我静一下 你每天开机弹你嫌不嫌烦啊 不烦啊 你今天吃吃吃吃你不烦吗 No I like it 我每天练琴 是因为以后我要当一名 坎唱歌手 你呢 我的梦想 我的梦想是当你的超级粉丝啊 所以姐姐加油 哦 看苹果丢下来 哦 又断了开怀 耶 像日亏多多开 哦 翻高画精彩 哦 臭小牙拜拜 哦 暗秋生变可爱 耶 月光光洒山来 被多奔 被多奔心澎湃 你怎么还在发呆 不如快心动起来 都要好好玩 你还想耍转来 明天就快要到累 快点上去 梦想要把我帮忙为我点亮 一起弹琴跳和歌唱 在坚弓飞翔 换去拉西亚 我最不一样 梦想要把我帮我为你点亮 大梦下的故事讲一讲 是兵也能变成我王 有梦就会有力量 梦想插上翅膀去想去的地 准夹 姐姐姐姐 我知道我的梦想是什么了 我要成为吃并天下的美食家 为了情形而弄了一个尾巴 还挺好的 那个悬念弟弟 一开始说是他的粉丝 最后人家是个美食家 还是非常完整的一个故事 而且我觉得你们俩 今天的表演 我个人觉得非常的精彩 总之让我们很有代入感 整个在跟着你们一起唱一起跳 非常非常有感染力 我觉得我们选的是 音乐剧的演员 那我觉得你们非常具备 这样的一个素养 是吧 沈岛 我有一个地方印象很深刻 就是你揪弟弟耳朵 揪过来就 我还在发呆 不如快心动起来 生活当中是这样吗 他就是很皮 我不想理他的故意 就是 他经常要要 招你一下 那说明他希望你多跟他 在一起玩 对吧 所以他才这样 而且我看得出来 你们两个互相之间的关系 特别好 对不对 那我们请上下来来吧 好吧 来来来来 干什么 真的哥哥紧在旁边 真的他们的右边 那我们接下来要看谁坐上宝座行不行 好 好吗 我看一下 3 2 1 走 好 我有 谢谢 来 双鱼组合请上我们的宝座 他们两位你想听谁先来唱歌 毛尾巴小猫 毛尾巴小猫 好的 来 有请毛尾巴小猫 欢迎李嘉宁 咪咪咪呀我问你啊你每天都在想什么呢 如果我要是你就好了 就不会有那么多的烦恼了 就不会跟你说 咱们就想要不要 这本集都在这下宝库行 你还遗免 我们的好人 竟然说 来 works 这个 统然说 我 感谢观看 快到怀里来 爱着如妈妈般的温暖 快到家园来 老师先生陪你一起做游戏 快到音乐的世界来 让我们谱写青青样的旋律 相信吗 我刚才居然真的变成了一只猫 好可爱 抱怨她吧 你这助演请得太棒了 这是我见得最听话的一只猫 嘉宁的表演还是不错的 尤其是她的那个语言的节色 我觉得掌握的是很好的 既然你要在舞台上 今天是塑造猫 明天可能去塑造各种各样角色的时候 最重要的是形象的表演 其实刚才就讲 形象的准确和形象的感人 就会让观众喜欢你 对 平常练歌的同时 边练边跳 把自己的这个体力跟上去 慢慢慢慢的你在唱这样的连跳带唱的这种歌曲的时候 带表演的时候 你就会细细特别稳 谢谢 好 来 给我们的双鱼组合 来 给我们的双鱼组合 红豆生难过 春来发几句 愿君多彩谢阳 此无罪相似 红豆儿生难过 春来发几句 愿君多彩谢阳 此无罪相似 红豆生难过 春来发几句 愿君多彩谢阳 此无罪相似 喜好 三人 天字很正 你 白克 你 ees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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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东西送到我身边 雪仙子 雪仙子 你终于来了 小学宝 你找我有事吗 我好寂寞 我孤单了整整一点了 那我能帮到你吗 你可不可以多下点雪 这样我就会有很多的雪人伙伴了 这个简单马上帮你实现梦想 中文字幕志愿者 Look happy to meet me Blowsome snow may you bloom and grow Bloom and grow forever And so fast And so fast Last my homeland forever 太好了 终于不再孤单了 十仙子 你就一直在这儿 让冬天永远在吧 好 只要你们喜欢 喂 雪仙子吗 嗯 我是春姑娘 大地爷爷让我通知你 你该下班了 如果这里一直是冬天 庄稼就都冻死了 花草树木也不能发芽生长了 这样人们也会慢慢讨厌冬天了 原来是这样啊 对不起 春姑娘 是我没想到 小雪把春姑娘说得对 明年冬天我再来给你找朋友 好吗 好吧 好吧 再见 你好 我现在终于知道一件事了 原来他们每次季节交换的时候 都是要互相打电话的 你该下班的 我要上班了 我想问一下 那个大雪宝是谁啊 我妈妈 真好 我们就给妈妈点赞啊 我觉得能够陪着孩子在台上演出的父母都特别好 我觉得原轩今天跟妈妈能够在一起表演 这本身就给我们带来了一个不一样的一个演出 因为让我们感受到家庭的这种温暖 还有妈妈能够腾出时间陪着孩子一起上台 这样的妈妈真的很棒 很了不起 谢谢你 上一场是她爸爸来的 她跟她一起对唱 当时也特别感动 然后因为我舞婴不全不会唱歌 只能当歌曲吧 助演一下 爸爸妈妈为了这个舞台全都来了 给你们全家人点赞 真好 其实 恩轩你刚刚穿着这一身 纯纯的白色 还有这个小皇冠和这个小魔杖 上来的时候 真的那个形象 太让我们觉得美了 其实 这些东西 对于你来讲 是潜意默化的 给你的一个帮助 和你在将来成长过程当中的一个推动 因为将来你不一定会要唱歌 不一定是做表演 成为你的专业 但是在艺术的领域里面 你接触过以后 它会开启你的智慧 当你成长到成人之后 你会知道这一段经历带给你的这一种 无法替代的这种过程 对于他心灵的成长 对于他对于这个世界的认识的这个观念的改变 是非常重要的 好 那 双鱼组合 来 请上舞台 就开始 三 二 一 哇 都好 没有悬念的都给了这个双鱼组合 也感谢袁仙 今天给我们带来精彩的表演 那我们这一期的这个冠军也就产生了 就是我们的双鱼组合 祝贺你们 月亮姐姐 还没来跳首饰舞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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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告一个段落 因为接下来我们的这个月亮班 还要宣布究竟由哪几位幸运的小选手 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班级 所以我们稍事休息 一会儿我们会为大家公布名单 那么月亮班考核全部结束之后呢 我们的祝梦导师还有我们的团长 要根据所有在加油班当中小朋友的综合表现 选出几位幸运小歌手 幸运小歌手再加上我们的梦想小歌手 他们将会代表月亮班出战 迎接下一轮的挑战 好 经过这四期的录制 现在我们已经把我们月亮音乐剧团的 这个所有的小朋友请上场了 那接下来我们还要宣布四位幸运的小选手 可以参与我们接下来的挑战 那我们也是经过非常纠结而慎重的考虑 名单就在月亮姐姐的手中 那我们请沈辰导演来给大家宣布 究竟是哪四位幸运的小朋友 我宣布名单 葛哥 没有惊喜啊 天宝 慕明珠 都是女孩 最后一个 那么最后一位会是谁呢 我们叫月亮姐姐宣布好不好 是一位男孩子 大家猜一猜是谁 她的名字是三个字 然后她非常非常地有个性和特点 还有我们觉得她的爸爸妈妈给她一个非常轻松而快乐的环境 我们支持这样的家庭 所以我们的选择是葛子泰 再一次祝贺他们 我们希望通过音乐快递的这样一个形式 让每一个小朋友在这个舞台都能够得到最好的成长 所以接下来我有一份惊喜 要送给我们加油班的同学们和小朋友们 因为在接下来音乐快递第三季的节目当中 我们还会为孩子们安排很多主题性的演出 所以每一位孩子都会有机会参与我们的表演 同时我们送的这份惊喜就是 在这么多天的排练当中 默默无闻在幕后给孩子们指导的两位老师 将会成为我们加油班的导师 掌声有请 国家话剧院的一级演员王洪老师 中国而异的导演演员吴旭 欢迎两位 快去拥抱你们的导师吧 欢迎两位 那我们这样我们想问一下王洪老师跟吴旭老师 你们两位在这一次在幕后给孩子们的演出 进行了很多很多的指导 你们最大的体会和感受是什么 首先感谢着咱们这个音乐快递的栏目 在这儿呢两个感受 第一个每个孩子都很可爱 每个孩子点亮梦想的过程都很成功 不管谁晋级谁不晋级 同样第二个感受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支持你们的默默无闻的什么呀 爸爸妈妈们 他们在背后付出了很多的努力 对不对 那你们是不是应该谢谢爸爸妈妈 一起说 来我说一二三咱一起说 谢谢爸爸妈妈 来 一二三 谢谢爸爸妈妈 好 王红老师 非常非常感谢各位评委给了大家这么好的舞台 让大家尽情的表现 我觉得到这几天不分昼夜吧 非常的一会哭一会笑 就是希望每一个孩子都能坐在宝座上 所以我想减零五十年跟你们一样 来点亮梦想 音乐快递 谢谢 我也来参加他的演出好不好 谢谢 谢谢 你已经上了好几次 吴雪 谢谢 谢谢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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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王红老师 谢谢 谢谢 好 我们音乐快递点亮梦想第二季 我们月亮音乐剧班的这个汇报演出已经全部结束了 在这样的一个形式当中 我们看到了一批脱颖而出的孩子 也看到了给我们带来精彩表现的孩子们 同时更要感谢两位新导师的加盟 希望在加油班帮助我们的孩子继续助力加油 因为每一个孩子的机会都是平等的 他们最终都会登上我们音乐剧的舞台 我们会给孩子们创造更多的机会 大家说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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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在下一期的节目当中呢 我们登上这个舞台进行音乐剧表演的就是金豆班的同学了 对不对 对 那么本期节目呢就是这样下期节目相信会更加的精彩 因为是金豆班的同学们即将登场了 让我们下期节目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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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